他即使不用寫,但是他是要去做一些動作 所以你要很清楚說你的資料庫在哪裡 然後你的資料庫類型是哪一種 你不能選錯data source 比如說你明明是SQL的資料庫 你去選SS的那個SQL source 那就會產生一些些問題 還有就是說有一些地方比較會有問題說 比如說你現在要針對那個你的資料庫去做 查詢絕對不會有問題 查詢是微讀的 微讀部分絕對不會 但是如果你要針對你的資料庫做新增修改刪除 這個部分呢就是要寫入的權限 那你要寫入權限的時候呢 那就會很多問題出來的 那以往這個東西也是非常麻煩 可是呢在ASP還變得很簡單 而且很順很順利 所以以往像接一個那個ASP的案子 可能要做好幾個月才能接 像那ASP的案子 這就很簡單的 甚至你動作快的幾天就搞定了 所以這個工具是還蠻強的 那他跟那個一般的其他的那個套件式又不太一樣了 因為像很多什麼什麼購物車有很多的已經套件式的那東西 那但是那個要再把它做修改也是很麻煩 所以不如就是用這種方式來開發會快很多了 ok 那底下的話我們greview部分 那greview實際上呢就是有點像顯示我們有資料 你要把它秀在上面 那裡面的話呢 當然必須要透過這個一些相關的設定來來做 那因為我們書上的範例是用SS 所以這邊是用SS 那怎麼來做 我們來我們來直接來看一下 當然幾個動作 第一個你要告訴他說你的data source在哪裡 他就會去把資料抓過來了 這第一個第二個的話呢 後續有一些相關的欄位設定 因為你資料已經抓到之後 那你要show 要怎麼show 上面的欄位你要怎麼分配 還有我剛剛講說上面的那個title部分有沒有 就是欄位的名稱 那我們是用英文的欄位名稱 可是多半呢 你不可能說你的網站上面訊息 你不可以